你惨啦 你不如爱河啦 每一年都有新歌发行 下面就一起来听听最近登上热搜的四首歌 唱功各有千秋看看你最喜欢哪首 来双脑只诚感动你 深奏抗抢一万行 一天零一寸心 故事飙扬我不曾经 人手里 杨宁红的天地龙铃唱的东方巨龙腾飞之事 唱出了紫禁城六百年岁月 也打算跨年晚会跟大家见面的 由于他出事取消受邀了 如果他不出事 包红的就不是章节 估计是这首歌了 一天零一寸心 一笑曾记得我前行 像一处的命运 跟着抬起再次复兴 有天地去努力 用了鲜脉为人生你 爱你古天总安详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持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波兰的衣裳 却赶渡命运的墙 爱你可我怎么想 却靠躁一样 是吗 配吗 陈欧选的乐坛地位 已经用不着出圈来肯定了 是五十八年后九年后的男神首选之一 在2021年11月份发布的新歌《孤永者》 歌词包含着经历人心的力量 一夜播放量达到两亿 听着力量感满满 完全突破了之前的风格 网友之乎太然了 爱你古生走岸上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持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赶渡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想 缺口都一样 是吗 黑吗 这蓝绿的披风 这吗 刹那 你最卑微的梦 去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 毛布衣 我应该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 虽然所有人都很喜欢你 你的消愁也很好 但是我并没有期待 因为你其实从始至终 你的曲子 所以就没有过过一次的关 毛布衣曾参加选手节目 作为导师的华晨宇 当众讽定毛布衣 结果如今的毛布衣 发展越来越好 有实力证明自己 最近新歌无名的人 一夜登上榜首 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太加薪了 当家乡渡动的时候 月车到战役后 小时候的风在吹过 为一切单纯的快乐 在熟悉的街头 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 不敢面对什么对手 平时 要战斗到底 不上 离家的人逃 我请你一杯酒 请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浓厚 请你完整腰 躺得住 没有你 偷平苍穹努力的生活 我的人 来 飞弹就可以五十了吗 傲晨玉的风格 一直备受争议 这一次他试图用音乐 回音网络恶评 预手飞行模式 带给观众不少新鲜感 不过因为表演的风格 太过于夸张 你觉得华晨玉 这一次的新歌怎么样呢 听完大家觉得谁唱的最好听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观众